恒大像要的冠军,我不给你,你就不能抢,2016年岁末,在南京夺得足鞋杯冠军的庆功宴上,广州恒大董事长刘永卓霸气的冲着他手下的球员说,2017年11月,刘永卓因为没有挑明的若干罪被调离, 铁帅斯科拉里一同暗软羡慕,在送行的队伍中,只有38岁的政治,2018年11月,广州恒大倒在抢夺第八个冠军的征途上,他们的运气自乎也在前七年花光了,今年可谓厄连连,先是拉一来的红盘追加停赛,然后是队长政治的长期缺席,高拉特也因为受伤缺席了四场比赛三年三种令人唏嘘的景象。 恒大王朝他陷了一脚,在外界娱乐已经顾不胜这些了,唱帅西冠王贯穿一个赛季,半年前,他们在亚冠被天津选剑淘汰出局,足鞋归在赛季中期出局,临赛上半成他们输给的对手,竟然是道远一方和北京人和两只生斑马。 自那时起,恒大在2018赛季的命运,似乎已被定调,取加印给卡纳瓦罗定下的三冠毛指标,最后变成四大接空。 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,两球输给北京人和德赛后,西班牙人路易斯加西亚就已遇到破天机,他们缺乏球手的饥饿感。 六个月后,当恒大又在主炒刺比武术给伤害上岗,抛过战术层面的此消比较不谈,他们在困境之下的出敌板他能力大不如从前,是的,要求一阵连续拿过七个冠军的球。 对,还像穷人那样,充满了对荣誉的极客欲望,本身并不现实,过去几年,只要他们想赢,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,同样是砸钱,恒大总能砸出巨大的声响来。 但这个赛季完全不同了,在年初的政策制约下,恒大只引进古德利一名外援,还是从天津太达翘来的,蒋正志和秀学明锐一直是许佳艳池逞江湖的不二八宝,显然,从赛季出他们就没做好夺冠的准备来。 与此同时,27岁的无为打赢27球,超越李金与加冕城本土最犀利射手王,当上港的场外新闻越来越少的时候,他们的冲击力和夺冠,渴望却越发明显。 很难说,这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,从经济体育的魅力来说,新锐露出獠牙,既王战战兢兢的失手城池,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新陈代谢。 尽管如此,我还是坚持认为,恒大王朝并没有崩塌或羡慕,许佳印还是从前的那个许佳印,忽略百负榜上的排名决定了这一切。 从2010年他用足球开始,他创造一个神话,事实上在足球之外,恒大工程掠地拿到的利润更加丰厚,效率,是恒大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特有现象。 在房地产市场,许佳印造楼买楼最重要的套路,是让钱快尽快出提升资本盈利。 1995年的祝岛花园就是如此,1997年的金币花园是如此,2012年的玉井半岛也是如此。 另外,许佳印从不安排媒体寻访,专访机会几乎为零,他从不到处演讲,向天下招告自己的小目标。 万一要发言,肯定是赵本宣科一字不差,从创立之初,恒大就像一个老派企业,奉行着三年计划。 但是许佳印的野心和诉求,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纬度广,二是规模大,2014年中,许佳印针这两个方面,提出了多元加规模加品牌战略。 2017年,恒大资产规模17,118亿元,同时,凭借2011到2017年中超联赛期联冠,两次亚冠联赛冠军,恒大品牌关注度辐射东半球。 回到足球领域来说,八年时间,广州恒大陆续挖来了25位裹脚,中国信义最好的那些人,三分之二都穿着红色的恒大球衣,理极之交中国队打12强散,最后两场比赛,11名首发球员有7个来自恒大,投资足球在一定程度上,帮助许佳印和恒大集团,获得比肩马远的财富和地位。 即至2018年,在商业领域的业绩,恒大仍然是霸气外露,烧钱是职业足球称霸的王道,恒大自身的晶云橙色,保证了其足球地位。 换句话说,只要许佳印还想在中超继续呼风唤雨,他们的领先优势便会持续下去,这一点在过去已经无数次被证明过,目前的失落究竟不过是规律使然, 王者荣耀的玩家都知道,在游戏领域,有一种击杀必死的诅咒,反之,当你在游戏中连杀拔人的时候,你就已经超神了。 如今,中超七怪王,不过是败给了这种魔咒。 在升高了韩国最大的综合整形外科医院原成整形之后,60岁的许佳印脸上,仍充满了胶原蛋白。 只要他对中超冠军还有欲望,王朝就还不会狂他。 恒大想要的冠军,他不给谁也不能抢,2018年,观望的许佳印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好。 地球 104 willst 我